小语你这个声音听起来很像我一个上学的时候的初恋 让我很难受啊 感觉你声音挺像我之前那个初恋的 不会吧 那不然呢 怎么会难受呢 你不可能被你初恋甩了吧 哥哥 甩怎么可能 毫不夸张跟你这么说吧 我在上学的时候呢 是全校的校草校草级别的 之前我有玩过人人网吗 在人人网里面都是校草级别 怎么可能会被帅 你这个小语 你这个小姐姐 那你 那我想知道你为什么现在会难受呢 因为我的初恋 后来跟别人跑了 你在笑啥 老板我想问你一句 头上长草和被甩 有区别吗 你在顿干嘛 他骂他碰我 我怎么感觉你这个小姐姐讲话有点阴阳怪气的呢 老板在跟你讲我的心酸史 对吧 你不安慰就算了 然后呢 你还在这边补偷 我等一下就给你来个举报 你信不信 我 不要 不是 老板 你要讲道理好不好 讲啥道理 我现在是在跟你分析逻辑 你跟逻辑不太对 你知道吗 嗯 我觉得你 我想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你这个小姐姐有点问题 你 你这个读书的时候有谈过恋爱吗 我肯定谈过啊 你谈 像你正如 对 我 不对 我读书时候为什么要谈的呀 我读书时候是好孩子 知道吧 真的假的 你现在读到了呀 我骗你干嘛 你是不是长得太丑了 没什么 没什么 只能学习了 你这个小姐 颜值 并纯好吗 真的吗 学习 并纯 那像你像你这么说 你应该是笑话呀 不不不 我评选不上 笑话不是我 我还不够那么 我还没那么美 啊 听得出来 听你声音看起来 应该不是那种特别好看的 不对 你刚才还没回答我 我在跟你分析逻辑 你知道吗 你说我的 哦 你说我的逻辑不对 我的逻辑咋不对了 我第一次喜欢上一个人 结果他跟别人跑了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啊 讲道理 有啥问题 我懂了 我现在听明白了 原老板你是单相似 不对呀 你不是像个草男 你怎么可能会没有女朋友啊 要么你是直男 你在这么胡言乱语 我相信我告你诽谤呢 你了解我吗 你怎么就说我是直男呢 我给你说一下我的故事吧 OK 像之前我读书的时候 之前那个女孩子 当时一个人在家 他父母出差了 对吧 他有点害怕 当时我 我当时是高中嘛 我也没什么钱 我就给他买了什么呢 买了个防狼 防狼 喷雾和这个电机枪 来保护他 送给他 结果他说我什么呢 结果他说我这个 说我脑子有问题 你觉得我脑子有问题吧 我当时我当时本来就没什么钱 我给他买个防狼喷雾和电机枪 让他防止这个 他一个人在家里嘛 对吧 他父母出差了 我发现你不是直男 你是一点不懂情绪啊 我咋不懂 像我这样的 我觉得像我这样 从在学生时代 就给女孩子足够的安全感 已经很少了 我觉得你们这些小妹妹 其实应该知足的 这么小小的年纪 就可以想这么多 讲到你为什么 你们女孩子不喜欢 跟我们这样的男孩子在一起 不是 你知道吗 人别的妹妹 就是你的初恋对象 人家是想让你去他家陪他 结果你给人家买道具 买道具咋了 我买的又不是情趣道具 我买这个道具 让他保护自己 有啥问题啊 这个买道具 他自己保护自己 一个未成年少女 我觉得就挺好的 当然我也不傻 我是个很聪明的人 你不会发现 我这样的做法 会给女孩子一种 就是为人很正直的那种感觉吗 就看我不是 不像是色狼 就现在年轻人 就是可能说 平时小网站看多了 老是会乱想 对吧 我这样不仅可以 让女孩子知道 我是个为人可靠的 一个正人君子 而且呢 还能让女孩子有好感 这不是一举两个 那我想知道老板 你有没有去过他家 哇 那你还真别说 那我还真去过他家呢 你以为 我翻墙 我 好脚法 好脚法 我给他买了个道具 我怕他不会用 后来我去了他家之后呢 他也让我去了 你真以为我傻 我给他 白白花了我半个月的生活费 给他买东西 我不去他家干啥呢 肯定要去他家呀 然后呢 去他家之后呢 去他家之后啊 去他家之后 然后干嘛 能干嘛呀 男孩子去女孩子家 能干点啥 你仔细想一想 我就是不知道 所以才问问你嘛 就后来我去了他家之后呢 这个好像是夏天 这个天气比较热 他正好要洗个澡 对吧 但是他洗澡呢 我就很很搞不懂 为什么他洗澡 他的门呢 他不关 就是那种虚言的 对吧 有一点点缝的 你是可以看到的 但是我当时 我这个 对吧 老师教我的道德 咱不能偷看女孩子洗澡 对不对 他没有关照 后来发现 他洗的是冷水澡 然后呢 像我们这个男孩子呢 喜欢洗这个热水澡 夏天嘛 你 你 你肯定一般都是 洗冷水澡的 我怕他可能会 会这个中暑 后来我就拿了一盆冷水呢 直接浇进去了 后来就再也没有 然后了 你能给我分析一下 是什么原因吗 后来就再也没有 去他家了 怎么办 我感觉我家很难 你过来干嘛 游戏 他想吃我 他把我跟他了 你给我走啊 你不要吃我的经验 我不能 不能 跟谁撒娇呢 超妹妹 你给我 给我走啊 感觉下路 没有三下 我再给你 你先听我给你分析 好吧 你跟我分析啥 你教人家冷水 这一几个 让我感觉到 我居然上真的感觉 现在跟你 一些怪怪的人打 你走啊 你别上往生了 你去下路啊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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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经验都给你吃光了 老板 你干啥呀 小姐姐 什么意思 你们女孩子就喜欢那种老色皮 是不 见面就 干一些修修的事情 是不是 你们这些小女生 现在是什么思想 不应该谈恋爱 先 对吧 先应该互相了解一下 对面的性格 对不对 知道这个人 是不是正人君子 像我这种 为人正直的人 为什么女孩子不喜欢呢 难道见面就开始 轻轻摸我吗 是不是就喜欢这样的 直接进入正题 后来 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呢 我从此立志 我要当一个渣男 但是发现我 听到渣男有很多标准 我还不 还要有一项 不要标准 不达标 当不了渣男 那我现在有个问题 想知道 老板 你现在是单身吗 我 我单身怎么了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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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意思 没有 我就好奇一下 你说 你年轻时候 这么危险 你现在多大了 你大学的时候 我多大 我23厘米 我怀疑你在开车 你在搞颜色 我开车 我确实开车 我开的是 蓝博吉尼 漂亮 相当的漂亮 哇 你家这么有钱呢 我都跟你说了 我这富二代 你咋不信呢 嗯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在下 你这么优秀 你看你那么大 是吧 嗯 你当时还那么的帅气 你现在吧 嗯 你肯定也是单身 那肯定 我 我渣男 对吧 我感觉这些女孩子 配不上我 对吧 是吗 那什么样的配上你 什么样配啊 现在女孩子 我 现在女孩子 有一点问题 就第一眼 见面 她就想 贴 就是贴你身上 我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呢 这个女孩子 她手不老实了 我在开车 她手 在那边 她动手动脚的 我非常不喜欢 我非常不喜欢 这样的女孩子 对吧 不懂得 这也太好放了吧 那男女 直接应该保持一点距离 现在这个年轻的小姑娘 不行呢 那刚 对吧 在网上聊点 稍微聊一会儿 现实就开始动手动脚 嗯 那我怎么敢找女朋友呢 是不是 她跟我动手动脚 她也跟别人动手动脚 怎么办 是不是 她肯定不会的 但是因为人家开放只是对你呢 是吧 你是不这么个女孩 女孩子 嗯 那我肯定不是啊 我这么好 你看 刚才一见面之后 是吧 你是女后的 没有吃饭 你看我都第一时间想的是 给你买吃的 给我 也是啊 确实 你这样小姐也不多了 可以 就就冲你刚才这样 我觉得有必要跟你 深入了解一下 便宜了解一下 不要 不要